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见自己的灵魂家族成员 也就是灵魂层面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那些跟你有着相似灵魂旅程的人 更深一层的连接是灵魂伴侣 比如说是在灵性团体和灵魂家族当中遇到的个体 灵魂伴侣有着更强大的连接 他们在灵魂层面有更深层的连接 他们经常投胎为不同的性别 他们在灵魂层面上有着来自第六维度的强大的雌性连接 这种连接非常强大 基本上来说 当灵魂伴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会有两种反应 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对这种连接的准备程度 第一种反应是有意识的强大连接 他们走到了一起 这种强大的吸引力和能量 将会开启强大的进化过程 灵魂伴侣会触发你所有的编程 让这些编程表现出来 竟然可以转化 然而 灵魂伴侣的连接 也会在地表产生最强大的能量 至于地表的异常 如果双方都可以致力于提高自己 并转化他们的内在阴影 他们会影响 并帮助转化地球的局势 执政官会采取一切措施 阻止灵魂伴侣的见面 他们会拦截邮件 阻拦车辆 制造事故 他们在极端的情况下 甚至会杀死灵魂伴侣中的一位 我们虽然 还是处在战争当中 但是 2019年1月21号之后 灵魂伴侣的见面 会变得更加容易 这会创造新的实相 灵魂伴侣的连接 会启动灵魂层面的深度转化 第二种反应 则是恐惧 你追我跑的戏剧化反应 他们相遇 并感受到了强大的吸引力 和连接 但是这让人感觉不舒服 因为这触发了很多的问题 举阵的控制系统 启动了 逃跑者 和追逐者的角色 因而产生 给逃跑者的建议 不要回避了 走入自己的内心 直面自己的恐惧 使用紫罗兰火焰 去转化它 找到触发它的原因 并去释放 这就像一门课程一样 你也可以 跟你的灵魂伴侣 去谈这个问题 它可能让你感到恐惧 但是 会好起来的 给追逐者的建议 不要再去追着跑了 走进自己的内心 看看自己在寻找什么 并转化它 然后 开始从灵魂的层面 去显化你的灵魂伴侣 188地脉线 也被称为女神地脉线 是女神能量 进入地球的通道 光明势力 正在清理 这条地脉线附近的黑暗势力 这条地脉线 连接到了地球上 很重要的能量漩涡点 比如 大马士革 叙利亚 法尔赛 巨石镇 波士顿 纽约 和特奥地瓦卡 执政官 不断地 在这条地脉线上 制造战争 叙利亚 有一个重要 而且强大的 女神能量漩涡 这个漩涡 保持着美人 与女神的能量 美人 与女神 来自天狼星 它代表了 神圣恩典的 优雅能量 通过在中东地区 制造冲突 这股能量 被压制了 七千年之久 低脉线 是地球能量网格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地球能量网格 环绕着你 并与你同在 地球上每个 活着的存有 都通过 他们的能量厂 连接到 这个能量网格 在不同的关系当中 所发生的一切 都与能量网格有关 它是控制 和滋养你的 生命力源泉 这种生命力 也叫做 昆达里尼 它是生命源泉 也是你光体 能量场的源泉 这个能量网格 来自银河中央太阳 银河中央太阳 是我们这个星系 光 和爱的源泉 但是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 劫持 利用 并控制了我们的生命力 比如1991年 海湾战争期间 黑暗势力 通过这些地脉线 收集了大量的情绪创伤 和负面能量 自从2019年1月21日起 宇宙中央种族 注入地球能量网格之后 每个人 都受到了影响 宇宙这种能量的涌入 会变得越来越强 假的 会消失 真正的 将永远留存 我们需要消融掉 我们的信念 和信念系统 这些理念 伴随着我们的转世 已经存在着上千年之久的时间 许多信念系统 都有着宗教的兴致 我们的头脑 是矩阵编程的一部分 将来 当你看到恐惧的时候 要去转化它 因为有恐惧 所引发的低频震动能量 会污染能量网格 这个矩阵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 一直将恐惧和负面的能量 灌入连接 每人与女神能量的地脉线 这是伊斯兰国的编程 一位战死的烈士 可以上天堂 而且 有72位处女 等着你 利用宗教编程 来制造导致恐惧 和侵略的战争 尤为严重 战争 制造了强大的低频负面能量 黑暗势力 制造恐惧 和侵略的步骤是 黑暗势力 首先 去压制女性的能量 而这进一步 压制了男性的能量 然后 它会给予男性 参加战争 会获得奖赏的承诺 因此 战争 被人文的制造出来 于是 战争 就开始了 战争结束之后 男性 获得了奖赏 当灵魂伴侣双方 都超越了矩阵编程时 它们就可以 在地球的各个维度 创造具有天堂神圣能量的共振场 它们之间的连接 可以在地球上 创造一个强大的漩涡点 就可以转化地球上的能量网格 这就是女神奥秘之一 女神的奥秘 是转化二元对立的关键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